好 欢迎回来 明治维新运动刚刚我们谈到 那么除了刚才所提到的 四位重要的政治维新制式之外 当然也产生了 那么影响更为深远的文化维新制式 这个常州文化启蒙者吉田松英 就是在图版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位 吉田松英 那他创立了松下村熟 也种下了革命的火种 他的学生包括了电农之子 伊藤博文还有医生之子 九板玄瑞 以及维新三杰之一的 刚才提到的木户孝允 松下村熟在日本近代史上 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当代的意义又有哪些呢 永鹏老师继续请教你 很奇怪的 明明是领主一个凡所设的诗书 而且是个人性的 但是尊王 嚷瑜 但是他自己又要跳上外国船 去学外国 看到外国很强 但是基本上讨厌 这样不很冲突吗 YES 所以这日本人的基本的矛盾 就无限矛盾底下的自我统一 自我统一是identity 所以既要自我 又可以放弃自我的日本人 这个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矛盾到爆 很难理解 矛盾到爆的日本人 所以但是又做出了各式各样的事情 又透过自己的财力 这个确实是拿自己钱 吉田松英也是下层五四 所以也就是下层五四有力量 我们这里谁有力量啊 你用这个来分析就好了 而且可以教别人的小孩 没有学员关系的 我们这里不拿钱给别人的小孩吧 少吧 自己的小孩留学自己出钱吧 对不 不会训练 不会拿钱给别人的小孩去美国留学吧 很少吧 对不 但是日本有这种 只要有一个目标 他觉得他要往那里去 非常多人往那里投进去 所以也就是说 进了吉田松英的松下村属 很多人连那个松下都不会念 松下不是吗 是其他 消化 消化松俗 所以也就是说 跟现在的松下正经署 当然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也后面的 后面的松下正经署 学了那个松下村属 这个可能性是高的 但是训练人才这件事 在日本里面是超越血缘团体的 不是只有雇自己的家 自己的小孩 而是有一个更大的 自己想要做什么 做了就算了 而且不好意思 松下 吉田松英 不好意思 二十九岁就是了 刚刚提到的 这么年轻啊 二十九岁就做了大部分的事情 所以就变动的事情 有有有有 29岁 另外刚刚提到的 版本龙马31岁就死了 共产典的 四岁走 一下子完成了大的事情 然后就不见了 别人继续做下去 所以他的后面的地址 包括伊藤博文 日本的立宪史上的第一个首相 引进了德国人的宪法 所以不过翻译给天皇听 说有了宪法之后 你是这个样子 可以吗 另外就是有意思说 废凡自宪 大家把本来的领主的位置换回去 我另外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 您刚刚提到日本的那个矛盾的情节 放在现在就是他在处理国际外交关系上面的话 对厉害 是不是一样 当然是何荣 没错啊 明明脱离战后体制是反美 但是又知道不好好跟美国合作的话 连自己的存在都有问题 明明要反美才可以脱离战后体制 现在日本还是美国的占领之下吗 对吧 可是跟美国这么近 没错 所以你看既要反美 又可以跟美国完全的合在一起 这个一般人做不到的 真是矛盾 没错吧 这其实是很正常 这种就是所谓的统一对立关系 在很多那个国家的思维都存在 Unity of Opposites 这个是在很多的时候 将不同的就是矛盾的东西 然后不将它整合 我可以插嘴一下吗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想法的话 台湾完全可以好好的 跟中国共产党来往 完完全全不是对立 有所有的非对立的可能性 这没有错 这是顺着张老师讲法 对立统一然后最后直变量变 你去看那个叫做 这个我们的国统纲领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他是从对立统一 然后用九二共识来做对立统一的框 经过两岸交往这个短 近期中期长期 然后从直变到达量变 最后有一个negation 我们negation否定的否定 所以这个就看要不要走这个辩证的过程而已 对啊所以刚刚讲到矛盾 那我再拉回到五四时期 我们刚刚讲说 当时是掀起了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 那哲学家李达他翻译了这个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他翻译了这个唯物史观解说 李达来这边我们有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在中间的照片中间这个就是李达 这个是毛泽东 那说李达他翻译了大量的这个马克思的书籍 所以有三本书 其中包括了唯物史观解说 马克思经济学说 还有社会问题总览 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是起了非常大的传播作用 那在军事方面呢 当年中共起家的时候呢 其实在遵议会议之前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掌握军权 各个不同派系之间也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作战理念呢当然也不尽相同 可是当时请问靖哥 究竟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后来最终发展出是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定于一尊的这个情况 假如说要全敢掌握中国大陆就是解放军的军事思想的演变的整个烂伤跟源流的话 你不能只看历史的片段 从这个叫尊议会议这样切进去 你前面的所谓这个三弯改编 这个古田会议前面有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 以及各种兵力的分和整并你都要讲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一路走来到现在 没有放弃人民战争以及所谓的这个积极防御的思想 有他的真正的理论基础存在 曾然这个毛泽东后来作为这个最高的领导人 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军事理论思想归属于他 但基本上他有三个就是源流 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您讲呢 就是这个李达翻译了很多马克思的这个这样 但是在整个就是社会主义集团 或者说共产主义这个体系之下 恩格什跟列宁对军事方面的相关的著作 其实是比较受到重视的 所以第一个是来自所谓的这个马克思 或者说社会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这个体系之下的 军事的著作 第二个来是当然我们这个 中国共产党必然这个解放军 也还是中国的军队啊 所以他必然承袭了我们从这个三皇五帝 一路下来的这个军事著作 这个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啊 什么传统的伊甸打圆 祖圆打点 像黄马战役就是标准的祖圆打点 为连打圆 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这个东西 这确实是运用掉以前传统的军事啊这个就是说六滔六月啊 三十六计啊 尊子兵法啊 这些有很多也是受到相当的重视 第三个源头呢就是在经过这个不同的战争时期的实际的 战争实践的结果 所以今天能够毛泽东奠立他地位是因为他打胜仗 所以这一路过来之中 那有没有在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文献工作室里头 出了很多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啊 这个或者说是陈毅的军事思想或怎么样 事实上这一类的著作也很多 所以他不是只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事实上是很丰富的 但是三个源流还是这个 我应该首先讲最主要的源流还是中国的传统冰学思想 第二个是就是马克思 这个体系里头的特别是恩格斯跟列宁的那边的部分的军事的著作 第三是自己从战争之中的实践 假如硬要加上纪免来的话要加上第四个 就是解放军基本上是很有体系啊 就设立了外军研究 所以外军研究是尤其是波安战争之中制导武器啊 还有很多这些从别人的经验之中 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到今天为止他之所以还有就是说存留很多的 这个就是说基本的思想 比如说人民战争跟积极防御 他有很多或者说是这个就平日打一些小仗 避免去打那个大仗 他有很多的这种思想 也都跟他这个就是 哲学的辩证思维是很有关系 与现代的结合新旧的交融 那当年毛泽东是强调说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的 而且开始以行动来实现资产阶级阶段的这个民主革命 中研院的院士陈永发他分析说 这个从五四扩大到新旧三民主义的再权势 毛泽东对于五四的绑架是关于五四自由主义的权势跟改造 所以进一步请教伍岳老师是 为什么毛泽东可以打翻一杆子的这些知识分子 然后成功的独揽 掌握到五四运动的话语权 因为大概五四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 那从中共的历史的定位当中 是把五四当成是一个鸦片战争以来 那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觉醒 最大的一次的运动 那毛泽东很清楚的 他是用什么 在五四他是一个什么 他把五四界定成是 这是针对中国旧的民主主义 走向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民主主义 所以变成是新民主主义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转折点 所以以前是旧的民主主义 现在是新的新旧之分 用这个新旧之分来为他1949年的建国来做好一些理论准备 那个格局也比较大 你反观台湾我们也有很多的政治运动 这个花那个花百合花太阳花 那个跟五四运动那只能是欧喜沙运动 对所以他就把它给分开来了 那第二个毛泽东的性格 其实他是一个读书人 他书读的算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毛泽东理论上他也看不起读书人 他形容读书人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两句话 他形容知识分子是什么 以前他在整肃知识分子的时候 在反右斗争的时候 他说知识分子像什么 像所谓的墙上乳尾 这个乳尾长在墙上会变成什么 头重脚轻跟底前 像山中的竹笋 你如果竹笋没有施肥长在山中呢 嘴尖皮厚副中空 只出一张嘴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只会轻弹 对从这个角度当中来讲话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在当年毛泽东对五四的这样一个界定 他们认为说五四运动 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 这是一个首度揭开的什么 首度揭开的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 对于封建主义 对帝国主义 进行全面性的一个所谓斗争 有了这样一个斗争 才有所谓的共产党的这样一个顺势 有了共产党的顺势才绝起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 你看毛泽东对五四的评价 跟2019年 也就是五四运动100年 习近平在2019年4月30号 对五四运动100年所发表讲话 你可以看出说 这里面当中有一些是一致性 但是有一些地方凸显性不一样 习近平那边讲话 由于他是针对共产团所讲的 所以把所有的五四的重点 通通放在青年的 所谓先锋队青年的觉醒 以及青年在历史定位角色 以及青年在中华民主委大复兴所扮演的角色的 所以这两点的看法 他们对这两点所谓五四的看法 基本上是一贯的延续的 但侧重点当然就有点不一样吧 那五四运动老师补充一下 您的看法 刚才针对张老师讲 五四运动是中国的西化 但是那个西化 因为本来中国有的东西实在太多 所以当然不容易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本身 共产主义是外来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如果文化当然可以放进去 大概我现在讲下面的话 大家会反对 不好意思 最去中国话的是 如果忘记这件事也不行 但是不做不行 黄珍宇大概也讲过这句话 中国的下层不翻一次的话 有蒋介石那种半自分主义是没办法 非得要透过共产主义的主汉 翻过一次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